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KJP's的YouTube频道,我是Tim 上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究竟什么是公司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要开公司 究竟怎么选无限公司,还是有限公司 下一集我们继续下去下半部分 跟大家谈一下怎么选agent来开公司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一看这幅图 说的就是做得到和做得好是完全两回事 具体来说可能找一个例子跟大家解释一下会容易明白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幅图 这个就是说现在坊间 申请BR成立无限公司的standard的服务 说的是你付钱,然后填 form,签名 请大家上去商业登记处,拿到把BR出来 其实整个服务就已经完成了 再之后你有其他的需要 例如你要回计报税 或者你租用他的业务地址 有一个逐期的收费 实际上如果你是用我们Catchabees的服务 来申请这个无限公司的话 申请完当一刻,我们就已经会送一个香港新收入登记的需资给你 顾之言,这个衰股就是告诉你 你要保持着这家无限公司 你怎样去尽你的法律责任 来每年更新这个税益登记 报税 甚至是说你由无限公司的想法 怎样去转做无限公司 我们都会清清楚楚在衰股里讲解给你 期望的是第一,对于政府 起码不会因为迟了miss了 而令到有任何的政府罚款去创新 进攻那方面 你知道你这家无限公司的限制在哪里 也可以用到个人入息货税 来尽量省税 与此同时,如果你是参与我们的套餐计划 意思是你用我们的业务地址的话 我们会送多一套创业的礼物包给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bookkeeping Excel template 这个template如果你是用得到的话 其实在会计上的收费 就可以减轻很多 相反,如果你说你本身没有这个template 你自己得到单 你又不清楚自己有什么补记责任 或者如何保留单的情况 去到4月了 人人都要交税 报税的时候 才来找agent agent 就唯有补一个好价给你 再进一步 其实大多数的创业朋友 不想 其实是长期停留在无限公司的状态 那我怎样做好这个风险控制呢 假如你在用我们的服务的时候 你是绝对可以和我们慢慢谈 甚至你是去到你做生意 面对到有一个问题 例如真的有人邀请你和你说 我有份这样的协议合约 你和我签 一起加分做生意的时候 你和我们谈一谈 看一下这份协议里面 有没有什么情况 你是需要关注一下 和对方的合作伙伴谈一下 我们都可以帮得到你 这个就是说 除了一个standard的服务之外 我们给到一堆resources 和一个需资给你 令到你可以善用到一间无限公司 赚钱之余 亦都在确保自己 在风险控制上 是一个安全的位置 而如果你要成立的那间是有限公司的 那整个过程当然会更复杂 那你那间agent 会不会像这幅图那样 解释清楚给你听 你成立了有限公司之后 未来两年 究竟有什么责任和程序 你是必须要去跟进的呢? 就好像说 你一个正常的创业者 你公司开完之后 其实你进一步就已经要去申请银行户口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有公司没有银行户口 其实你怎样开始营业呢? 所以其实大多数 现在你公司成立的秘书服务 它是说真的focus在公司成立 周年申报 甚至是会计报税方面的服务 所以我们也有客人曾经问过我们 咦?其实有限公司呢? 公司秘书服务 其实包了什么? 我也坦白和他说 如果你在外面找其他公司 大多数说这个公司秘书服务 就是说那个挂名公司秘书 你不要期望他真的有个很具体的服务 提供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可能一年收到几千元 那你除开每个月 可能他收你的钱 其实就是拿来出粮 给人工 交租 是这么多的了 如果你想要有额外的服务 你很大机会要另外再付钱 才会有额外的服务 又或者你可能真的要找回 例如银行的服务 就找回银行 你有一些法律的糾纫 那你就找回律师 一些初步的咨询 这个公司秘书 他未必会提供给你的了 整件事讲得上来 都十分之无奈 原因是我们做这一行 本身的成本是十分之高的 我们要给你一个注册地址的服务 简单而言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office 其次来说 现在外面做公司秘书的职业行程 人工是非常贵 很简单 一个很junior的staff 都两万开外 如果稍微senior一点 价钱也是三万元左右 无可厚非 所以如果帮你去做一间有限公司 保持着连键的这个动作 成本很多时候 其实都放在店租、office 和人工上 你可以拿一个例子 和大家分享一下 假如我跟你说 我们要叫一碟羊粥炒饭吃 有两个选择的 一碟是36元 一碟是50元 你会选哪一碟? 你的钱来的 你真的会问 36元那碟会不会很小一碟 我又提醒你 大家一样的 都是一碟吃得饱人的羊粥炒饭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 我们看一看这幅图 出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36元是这样的 50元呢 这些帅哥很多 并且你会发现到 坐下来冻饮的价钱都不同 你会不会突然之间 感觉都不同了 整件事就是说 你一间如果吃羊粥炒饭加冻饮 44元 不过没料到的 另外那间你给52元 虽然都是贵些 但是有料到吃得舒服 所以实际上 你选择羊粥炒饭 和选择agent 帮你成立有限公司 是非常相似 很可能说 你创业想去找一间 帮你开公司 每间都跟你说 开到一间有限公司出来的 完全合法合规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很容易 就会选择了一间 比较经济的那间 就已经下了个决定呢 背后究竟他有什么服务 你在生意上 这间agent能否支持你 未必会即时 是反映在你的考虑范围里面 而也是为什么 我们就会出了一个 攻略checklist给大家 就是方便大家 在选择agent的时候 你能够去想一想 究竟哪间agent所提供的服务 是真正能够帮得到你手 说真的 你做生意多久呢 这间公司就应该要存在多久 跟你一起去经营这个生意 如果你是选择一间agent 帮你去命清住这间公司 那间agent有没有了到呢 似乎都非常重要了 当然了 这个世界百货应百客的 有那么多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服务 又有不同的agent 最重要的东西 是你有得选择 因为这个世界 你以为52元的羊粥炒饭 已经够贵了吗 但是有一些酒店的中菜厅 煮出来的羊粥炒饭 可以卖到220元 同样的 这个agent 你四大 一样有开公司的服务给你 那他们一样有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有一班可能他们是跨国企业的 他需要在税务上面的安排 计划 和处理 都要再更加精准 和专业的 那你会不会说 四大开公司的价钱 哇 离沙地 那就是不合理呢 又绝对不会 因为他真的开了公司给你的时候 他提供的服务 又真的有这样的了道 下到这条片最后总结的那个部分 今天和大家就谈了一下 究竟这个攻略checklist 是怎样帮你选到一个合适的agent 简单来说 你去创业找生意 会不会希望可以集中火力 用尽你自己的时间 就是去想 如何找生意 赚钱 尽快令到盘生意上轨道 赚更加多的钱呢 如果是的话 一间agent 能够可以帮到你 support到你 处理到那种林林种种 比较繁琐的事务上的情况 会不会 都是一个值得你考虑的情况呢 就好像 你那间公司要买劳保 那间agent会不会给到一个contact你 来去买呢 再下去 你那间公司 其实品牌生意都做得不错 想要申请一个trade mark 服务上面 他提不提供得到 反过来 你觉得 trade mark申请的服务 比较高额 我想自己试试申请 那间agent 会不会乐意 都分享资讯给你呢 还是说 你不给钱 我就没有服务的了 的一个情况呢 最重要的是 你在不同的阶段 创业上面 其实都有不同的需要 你是希望 你无限公司 拥有个agent 拥有下 你觉得agent support不到你 你又要去找第二间agent 落到下一个阶段 怎样将过渡 其实两个agent都给不到意见你 还是你希望一个agent 就可以由你最起初的咨询阶段 到落实申请公司 到之后 怎样的税务安排 怎样控制风险 怎样钱运钱 帮你省到钱之余 省到税 又省时间 的一个一条龙 服务 support你 去成就你自己的事业呢 这方面 我们觉得 是你最需要去考虑的 亦都是我们 准备给你的 那个攻略checklist 希望可以提供到给你的答案 那今天这条片 又暂时到这里 多谢你看完整条片 假如你是有兴趣 要创业开公司的 不妨WhatsApp我们 留言告诉我们 约时间谈一谈 还有 走之前 记得拿回那份 免费的 开公司选准 功率checklist 希望帮得到你手 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 下次再见 拜拜